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哥来到一个餐厅叫了碗意大利面吃着 小悠此时来了 坐下了就开始狂点菜 到了结账 健哥拿着菜单 忧郁的眼神告诉我们他是个穷屌丝 小悠一把接过菜单说 我请客 让健哥外面等着 不一会小悠出来了 叫他快跑 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吃霸王餐 两人愉快地度过了一晚 小悠悲伤地离开了 并喜欢上了健哥 一年后 健哥过生日的那天 小悠又出现了 然而他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时饭店来了一个持枪大叔 不料被小悠戏弄了一番 之后到了健哥的住处 小悠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是65年后自己创造出来的 帮健哥躲过饭店持枪大叔的枪击及命中的大灾难 并告诉健哥 小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洋娃娃 可以通过生活慢慢变成有感情的机器人 之后两人相处得很好 陪伴着健哥的左右 以至于上学 逛街 打工都形影不离 慢慢的健哥喜欢上了他 但是小悠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健哥为了让小悠吃醋 与别的女孩约会来自己小悠 但是也是无动于衷 还是把那个女孩踹飞了 健哥一气之下赶走了小悠 之后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 健哥伤心欲绝 一天大地震突然爆发 健哥坠楼平微 坠楼时小悠接住了他 看见小悠他立马拥抱了上去 在逃难中 一栋楼塌了下来 小悠为了救他将他推开了 自己被活活压在了楼房下面 此时 健哥由于大地裂缝掉了下去 挂在半空中 为了救健哥 小悠折断了自己的下半身 爬过去把健哥拉了上来 小悠只剩下了半个身体了 健哥用自己精神的精力将小悠复原 并保留了原有的记忆 之后健哥死去 小悠被送到了拍卖会 一个跟小悠长得一样的买主买了他 并将小悠的记忆变成了自己的记忆 通过时光机回到了60年前 想看看健哥 并爱上了健哥 这个女主就是一开始百货大厦的那个女孩 故事结束了 这是一部比较感人的故事 推荐大伙可以看看 好了 每日都有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